金獅湖周邊監視器全壞 女招性騷痛批 治安死角 獨者李小姐向蘋果投訴 高雄市著名景點金獅湖 周圍的道路監視器 幾乎都是故障的 但向警局申請安裝監視器 竟被引經費不足為由推脫 林宇表示 她男友停在住宿樓下的寶馬汽車 半年來三度遭不明車輛差撞 要調監視器都調不到畫面 我下來上班之前 我看到我的車又被撞的第三次 今年八月初 她在住宿樓下 招陌生男子言語性騷擾 她言語上蠻誇張的就講說 小姐你說播好大喔 你有幾兆杯啊 你這個應該有1吧 後來我就嚇到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立馬打電話給我男朋友 那歹徒還有跟你講什麼話 她那時候我在這邊 然後她就說 不然地下室那邊很暗 不然我們下去摸這樣子 幸好男友及時趕到 制服歹徒並報警 李小姐痛批 當地缺乏監視器 已成治安死角 從頂巾熱像進來的時候 到了出口這部分 根本都是沒有半支監視器 派出所也把監視器死角 列為巡邏重點 蘋果日報地方中心高雄報導